你现在看到的是人类用了20年时间 耗费2000亿发现的第一个火星生物 它不仅有远超自身体型的力量 还拥有你绝对想象不到的高智商 在吸食了两个人的血液后 怪物的体型已经变大了几十倍 它现在不仅拥有更快的速度 而且也比之前更加的残忍失血 剩下的宇航员很快沦为了它追猎的新目标 掉队的大胡子急忙逃向休眠舱 在怪物飞扑过来的瞬间 成功躲了进去 随后它开始在周围寻找入口 猙獰的口气和巨大的胶状肉翅 无故彰显了这只怪物的恐怖 然而更可怕的是 怪物的力量出奇的大 甚至轻易就把休眠舱扭曲的嘎巴坐下 但好在它并没有继续发动攻击 煽动着肉翅很快离开了 现在没有人知道它去了什么地方 就在幸存者人人自危的时候 米兰达突然发现有一个信号 正在空间站里快速移动 原来怪物吃掉了老黑腿上的传感器 只要他们知道了怪物的位置 就能想到办法对付它 两人用老黑的尸体作为诱饵 把怪物成功吸引到了曙光号太空舱 随后合力迅速关闭舱门 排空里面的所有空气 就在他们等待怪物重新陷入休眠时 空间站突然响起了警报声 一艘地球派出的救援飞船联盟号 正在快速靠近国际空间站 但糟糕的是 联盟号飞船要对接的入口 正好是关押怪物的曙光号太空舱 由于空间站处于反光位置 对方根本看不见他们发出的信号 随着一阵剧烈的隆动 联盟号很快完成了对接 直到这时 米兰达终于说出了真相 联盟号根本不是来救援他们 而是要把整个空间站推向外太空 从而阻止怪物进入地球大气层 此时还不知道真相的大胡子 还以为地球的救援船道 他急忙赶过去打开太空舱 等两人赶过去时已经为时已晚 联盟号眨眼间就变成了屠宰场 这时连接口突然出现了断裂 联盟号瞬间从中间折断 随后在惯性的作用下 将整个空间站砸成了一片废墟 空间站开始偏离原来轨道 只剩下不到39分钟就会坠入大气层 对伊大卫这事突然想到 空间站还有两艘智能逃生舱 他决定用自己作为诱饵 用养竹将怪物引到其中一艘逃生舱 让米兰达乘坐另一艘逃生舱返回地球 怪物果然中计 被大卫用养竹吸引到了剑桥处的逃生舱 米兰达在看见灯光信号后 迅速前往另一艘逃生舱准备撤离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米兰达紧急留下了一段流言以防不测 火星生物极具攻击性 目前它已经杀害了四名空间站宇航员 如果他们的计划出现意外 人类必须尽快找到消灭火星生物的方法 否则地球文明将面临灭顶之灾 但不出事马上就要出事了 脱落的太阳能板突然击中了其中一艘逃生舱 舱内中控系统瞬间失去了控制 米兰达乘坐的逃生舱直接飘向了外太空 然而更糟糕的是 意识到危险的怪物死死缠住了大卫的手臂 导致手动驾驶系统无法转向 人类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逃生舱带着大卫和怪物 静直冲向了地球大气层 顺利降落到了一处海面 周围的渔民发现后急忙赶过去救人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逃生舱里面正潜藏着足以威胁到整个人类的外星怪物 在大卫生死力竭的大喊声中 两个好心的渔民打开了逃生舱 也打开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开关